我们今天学佛 修什么 我们希望得到什么 前进的 身心健康 那这头一个得到的 家庭侯母 事业顺利 社会隐暗定 世界和平 都得到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世间 迫切需求的 那么现在这社会动乱 灾难这么多 什么原因 我们把圣贤的教育 俗获了 把宗教教育 俗获了 大家不学了 价值观颠倒了 在中国过去 古圣先贤的价值观 极千年来 用什么 仁义 人得爱人 亦得寻礼 什么叫义 习心动力 也语造主 或勤或离或法 圣护人情 祸护道理 佛从 国家的法律 秦礼法 通通都顾到 所以 国家 常知久安 世界 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的文化 就是如是道三家了 今天世界动乱 价值观变了 不是用人意了 用什么呢 用财富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财富是人之逼增 那么要把财富 摆出来作为价值观 人与人之间 决定斗争 夺取财富 齐心动力 损人利己 这个社会 怎么能不乱 这个世界 怎么能避免灾难 老祖宗有智慧 亲人不糊涂 他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教导我们 是正确的 祖宗对得起 我们后代 我们后代 今天所作所为 对不起 老祖宗 我们算是很幸运 很难得 在终点 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之后 这才是个明白人 在以前干了很多糊涂事 现在明白了 明白过来 断卧修宣